大家好,我相信到这个时间,如果说您还没有睡觉的话,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收到了一条突发的新闻 就是某知名的钢琴演奏家李某迪先生,因为嫖娼,被群众举报,现在已经被公安局官给依法的逮捕了 那么这条消息是来自于平安北京朝阳公众号公布的 近日朝阳公安局接群众举报声称,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音嫖娼 对此警方依法开展调查,将违法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查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那么目前我刚才说的李某迪姓名已经公布了,现在已经确认是李云迪 我们这个视频不想针对这件事情展开分析 我想说一下,根据这次李云迪因为嫖娼被抓 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再一次浮出了水面,谁呢?就是朝阳群众 大家刚才听我汇报完这个新闻之后,大家应该了解了 这次李云迪被抓,又是被朝阳群众举报的,朝阳警方抓获的 为什么说又是呢?首先朝阳群众这四个字,在我们中国国内可谓是声名显赫 据说现在北京朝阳群众在全世界已经成为继美国中情局CIA 前苏联或者说俄罗斯的克克勃等世界王牌情报组织之外 又一世界王牌,就是我们北京的朝阳群众 如果说您不是生活在中国大陆,我就介绍一下朝阳群众,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首先,北京市朝阳区,它作为北京市城区当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区 朝阳群众,说到群众,意思就是一个集体,它不是一个个人 因此朝阳群众的身影随处可见,也许是商场超市里的保安 也可能是路边的志愿者,或者是和你擦肩而过的匆匆的行人,路人甲以秉丁 那么为什么说在朝阳区啊,经常这个朝阳群众可以创下这个令人引以为傲的KPI呢 很简单,因为北京市朝阳区啊,既作为北京城区最大的一个区 它又是这个北京新城区的这个中心啊 这个全国文明的朝阳CBD就坐落在朝阳区 这里汇集了绝大部分外国的大使馆 还有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 此外啊,这个想遇海内外的北京三里屯也在朝阳区啊 另外有一大批高档的住宅区 包括高尔夫球场啊,一应各种配套设施啊 这个相当齐全 另外啊,朝阳区商业发达,一直也是这个中国或者说华人这个圈子 明星大腕的,在北京首选的热门的聚集地 呃,刚才我说了啊,朝阳群众随处可见 这个,因为这个明星啊,大腕啊 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啊 特别喜欢聚集在朝阳区 所以呢,这个范市几率也比较高 因此朝阳群众在举报的这个领域啊 这个KPI的这个成绩啊,一直都不错啊 呃,不光是今天被抓的这个李云迪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朝阳群众啊 这个历年来的一个这个举报啊 或者说是这个协同警方办案的这么一个显赫的成绩啊 或者说战绩啊 早在1974年啊 哎呦,这话说30年前了差不多啊 哎,差不多40年前了啊 2021年,1974年 哎呦,50年前了啊 是不是50年前了 当时那个年代啊 还是出满这个政治激情的特殊时代 当时北京市朝阳群众就干过一票 比现在啊,各个案件都要重大的一票大案 什么呢?就是组织起来当地的民兵群众 与公安一起抓获了当时潜伏在朝阳的苏联间谍 为此新华社1974年1月22号 特意刊登了一篇文章叫苏联间谍落网记 那个抓获间谍的地点就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太阳宫啊 目前也是北京市啊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啊 当时举报他的就是朝阳群众 呃,接下来啊 进行到,接下来这个时光啊 这个推展到这个2010年之后了啊 朝阳群众日渐在这个我们国内这个群众当中啊 这个名声起来了啊 主要是集中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集中在大概是2013年前后啊 2013年8月 这个微博红人薛满子被警方抓获 那么平安北京当时就发布消息称 2013年8月23号 据朝阳群众举报 警方在某小区江正在卖淫嫖娼的薛某啊 后来证实是薛满子 抓捕啊 朝阳群众立下大功一键 然后呢 从2014年 陆陆续续朝阳群众的这个纷纷建功啊 这里边有谁呢啊 就是成为朝阳群众建功KPI的啊 这些木这些这个这些标的物啊 有谁呢 包括李戴墨 张元 宁财神 张耀阳啊 就是那个东兴耀阳啊 包括导演 演员高虎 唱歌的尹相杰啊 这个大明星王学冰啊 张博 包括后来一直沉寂的黄海波 还有谁呀 王全安啊 啊就是那个张宇齐的老公啊 前夫前夫啊 等等等等 这批人呢 都是遭当时北京朝阳群众的举报之后 被警方查处的 那么2014年8月14号啊 房祖名柯震东 因为涉嫌吸毒被抓 这二位也是当时被朝阳群众举报的啊 呃 其实啊 在这在这我给大家介绍的一大堆啊 明星大腕当中 还包括谁呢 2015年11月27号啊 朝阳群众又立新宫啊 据法治晚报快讯 毛宁 唱那个滔生依旧的啊 毛宁 涉嫌吸毒 被朝阳群众举报 警方抓获啊 这个后来呢 还有谁呀 包括傅义伟啊 演员傅义伟 也是吸毒 也被朝阳群众举报啊 哎 前两天 我们国内这个 在这个舆论场上 娱乐圈 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叫 宋东野 对吧 宋东野不是复出了吗 是吧 从局子里出来了 要复出 开洋葬会 最后被这个 被举报啊 这个事黄了 宋东野也是在2016年10月13号 因为涉嫌吸毒 在北京朝阳区 因群众举报 被警方逮捕啊 哎呀 你看我这个 是吧 这个淋淋洒洒 也说了这么多 刚才说了一大串 这个明星大腕的 这个犯罪的事实 被朝阳群报举报的这些经历 其实啊 不光是这些演艺界啊 朝阳群众对于一些什么 贪官啊 污吏啊 也是毫不手软啊 曾经在2015年5月 北京警方再接群众举报 在某小区 抓获一个携带冰毒的男子 该男子最后查实被 最后查实他的身份是中央某部委 副处级干部啊 这个官可不小 呃 这家伙呢 还没有来得及吸食毒品 就被警方当场暗中 因此你看啊 朝阳群众这个举报的时机 相当重要 对不对 人赃并获啊 所以大家在反观啊 今天这个李云迪被抓 一点不意外 是吧 唯一让我有点意外的就是 李云迪你作为演艺圈 啊 你事先办坏事之前呢 你就没扫听扫听 啊 在北京市朝阳区 尤其是你们这个圈子 有多少双群众的眼睛 群众血亮的眼睛 盯着你们的 啊 就等着你们给朝阳群众 是吧 拉动KPI 拉动业绩呢 你还就一脑的撞在人家的枪口上 那怨谁呢 啊 那怨谁呢 不管怎么样啊 这个朝阳群众呢 这个 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啊 依法啊 多力新功 啊 无论是在这个演艺圈也好 或者说是在这个协助警方 或者说协助我们纪委 这个反腐畅联这块啊 呃 希望大家呢 再继续努把力啊 像我们这个生活在是吧 三四线四五线小城市的 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 见这些明星大腕啊 但是呢 呃 希望这些有机会 经常见到大场面的 这些北京市朝阳群众们啊 再接再厉啊 再厉亲功 加油 加油 谢谢观看